你现在最大的冲突在哪 他还是觉得我就是上成都 我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然后有一个新的调度 他就觉得我 是这样的 我在成都 我找到我的工作 然后他的工作就是那种行政的工作 然后他们公司的岗位 然后又有个调动 调动以后 他们工作就比较闲了 闲了以后 我就认为 其实那段时间 我们的工作都已经 生活都相对要正常一点了 他就不会每天都出去 对吧 每天就回家 然后做做饭 搞搞卫生这些 我都觉得这样我很幸福 真的我就很幸福了 但是后来 他可能跟公司的客户 有的客户就比较喜欢打牌 打麻将是吧 对 等地主之类的这些东西 他又上瘾了 天天又出去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他现在天天出去打麻将 对 这不打麻将 斗地主 四川人都喜欢吗 这不很正常吗 喜欢是一方面 他喜欢到什么程度 他下班 然后饭也不吃 直接和朋友约上 就去打牌 打牌中途的时候 他有一次 他就说 他说老公 我们也有吃饭 我饿了 你给我带点吃的来吧 我还亲自去 去把饭给做好 然后我还跟他送过去 送过去 他吃饭的时候 他还叫我坐下来 你帮我打一会儿 这不影响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三缺一 你影响别人的节奏嘛 肯定要做下去打呀 你打牌 首先一个 你不吃饭 对身体影响很大 然后你 我回家比较晚 有什么影响啊 你看我长成这样 没有影响啊 你回家比较晚 你休息不好 然后第二天的工作 也会有相对的影响 对吧 特别是还有一次 咋了 说的难受的 说嘛 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